今天呢又换了一个地方来买花 我朋友推荐的这个地方呢 品种会相对多一些来看看 我发现种一片三角梅也挺好看的 你看这一片看上去也挺不错 而且这个花真的超级好痒 不怎么用管 所以挺适合热带 感觉就像走在小森林里一样的 有没有感觉 在这里面做生意 如果喜欢绿植这一块的话 应该是挺幸福的 空气也非常的好 这个芒果它跟我说是泰国进口的 看得挺大的 但是我实在不知道种在哪里 也是有虫子 你看莲雾都包起来的 这个市场还挺大的 有当地的朋友推荐一下 的确跟我自己出去找 是不是一样的 我还看到有卖绣球的 但是我不确定这里这么热 能养绣球 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经验 可以分享一下 在哪里的市场 8000 有水 沙漠 有水 你去水 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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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火烹,有种火烹,有种水,没放在一起 上水,我们下水,一起吃 就貸一份 侯鹯 好 棒 仲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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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what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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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s why yeah yeah ii nda oh oh kini enggak mau I oh I Hahah 刚才那个老板太会做生意了 我走了他又把我喊回去 我走了他又把我喊回去 一直跟我说便宜好看 然后我买 结果在他们家买了好多好多东西 不就是 哦说一千一千 哦对 七千一千 七千一千 七千 八千 有四千 哦这两千 哦对不起 那 trov 我发现这边很多人养兰花 还包括在越南都是这样 就把它挂在树根上 它最后还长得挺好的 这里很多人用这种水培的方式来种蔬菜 好像种的挺成功的 但是我买过我觉得不太好吃 我们已经回来了 这期视频拍的不是很清晰 不是特别好 因为我忘记调清晰度了 本来想着这个视频就不发了 但是又觉得挺有意思的 大家就随便看看吧 这两种颜色都是叫沙漠玫瑰 前面那一个买20多块 一只这个是十几块 还要高一些 我也不懂是高的好还是不好 然后这一颗的话也是合20多块钱 非常大的一颗三角莓 我看人家种一片也挺好看的 多养一些试试吧 这两颗花真的买的超级乏帅 你们看我在那里伸手之头伸了两次 就是22万买了两大颗 相当于100出头吧人民币 相当于50多块钱人民币一颗 15美元买了两颗 就是才几美元一颗 而且超级大 这一颗呢是四种颜色 就是嫁接在一起的 差不多有我身高这么高了吧 矮一点点 这颗白色的花比我还要高很多 但是具体叫什么名字 我说不上来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 不是没有香味 最后又买了两盆这个花 因为刚才没有拍到 给大家看一下 也是十几块钱人民币 就是五美元买了两颗 花呢它是喜应的 我可以放在后院 好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吧 谢谢拜拜 拜拜